我们现在来看几种特殊的矩阵 这些矩阵我们要经常碰到 第一个是 identity 或者是叫单位矩阵 我们通常是写成 I N 表示它是N行N列的 这个identity matrix是什么呢 首先它是一个方阵 然后它的主对角线是1 然后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全部是0 其他的地方全是0 这是identity matrix 这个identity matrix 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有些什么特点呢 就是我们identity matrix 它相当于我们竖1 相当于1 在我们竖系里面的这个地位和作用 是什么呢 因为A M乘上N再乘上I N 就是等于它自己 而I N乘上一个B N乘上M 它是等于B N乘上M 就是说你乘上一个可以相乘的一个单位矩阵 它这个矩阵本身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 刚才我们说identity它是N行N列的 那么这种矩阵我叫做square matrix 就是说它的行数等于它的列数 那对square matrix 它有一个特别的性质 也就是说它可以有它的密 A N 它就是等于A乘上A 乘上A 那么这是N个 一般的矩阵 它自己相乘可能没有意义 但是对于这个方证来说 它永远都有它自己的意义 它永远可以自己成自己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立体 也就是说A等于1011 那我们看A的平方 就是等于A乘上A 是1011 乘上1011 那我们看一下就变成1 那我们看一下就变成1 然后是2 1 A的三次方 是等于A乘上A 再乘上A 我们可以看到是A的平方乘上A了吗 这是1021 再乘上1011 它是等于1031 那可以一直下去 A N 它是等于10N1 对方证来说 它自身相乘总是有意义的 然后对方证 我们还可以求方证的 我们之后要讲到求方证的特征值 求方证的逆举 这是我们对方证 就是叫Square Matrix 第3个是我们叫做Triangular Square Matrix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说的Triangular 我们都是指方证来说 那么它可能是我们是A11 A22 A22 到A NN 主对角现在有元素 这上面是0 这下面是什么东西 在下面这些可能有数字 这个叫做下三角 就是Lower Triangle 下三角 然后还有上三角 就是主对角线上有元素 就是主对角线上有元素 但是主对角线下方的全是0 至于上方它可能是什么东西 它可能都有 这些东西 然后全是说 就是主对角线上有元素 然后这个也能有元素 就是主对角线上有元素 这是三角线上有元素 就是主对角线上有元素 讲它的行列式的时候 它的行列式的值就是主对角线元素相乘 它的特征值就是主对角线上的元素 对称矩正 是什么呢 它的转质是等于它自己 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矩阵 那例如说A等于什么呢 1 2 2 1 那我们发现AT它也是等于1 2 2 1 那么对称矩阵它也有它的限制 因为它的它都可以之后之后我们也讲的 对称矩阵它总是可以对加化 那至于对加化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到以后我们才能看得到 我们才现在我们就不讲那么多 这是一些特殊的矩阵 我们常用的特殊的矩阵 我们下来下来说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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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